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們是一群關心中正大學附近打工權益的學生 為了使同學能拿到他們應得的勞動成果 我們發起了行動代號115的行動 一直以來不只是學生 勞工跟雇主在議定薪資跟工作內容時 勞工往往是弱勢的一方 照應於雇主擁有店面跟資本 決定了工作內容與薪資 而底下的勞工並沒有太多的資源能與雇主溢價 也因此常常發生為了要節省成本 已有其他的應徵者能接受較低薪資 或是雇主如果多付薪水就會倒閉 讓大家沒工作為由去威脅勞工們接受低薪 或是雇主如果多付薪水就會倒閉 讓大家沒工作為由 但是如果將一個人的勞動當成商品 可以毫無下限的壓低 我們發現一個人即時辛勤的工作 還是會養不起自己 回到學校 學生的困境就有如一般勞工的縮影 甚至可能更加艱辛 如果說大學是為了取得文憑 讓自己在與他人的工作機會的競爭中 能不被淘汰 但除了學習之外 為了支付生活費及學費 學生只能去打工 而一份微薄的薪水除了維繫基本生活 還只得獨自背負學費 書錢等費用 據我們的調查 目前學校大知識的薪資 約落在100元左右 假設利用下課時間 在晚餐時間4個小時打工 一學期所能獲得的薪資 在每天都要工作的前提下 至多為6萬元 而這筆錢 除了要繳納日常花費 如食膳、水電費、新學期的教課書前外 更辛苦的學生可能還要自我負擔 每年3-4萬元不整的房租 和一學期2萬5千元的學費 因此 就是對我們學生是非常大的負擔 因此 就是如果依法商家在上述情況 理應付給我們2萬 不好意思 6萬9千元的薪水 學生易得的薪資 硬生生的被撥去了9千元 相當於一般同學一個月的生活費 而這9千元的差距是讓辛苦學生 能在接受教育之餘 不予匱乏的彼岸 讀大學是希望能有份 和大家一樣的文憑 能不被淘汰 但拿不到合理的薪資 去支付開銷 使得為了擺脫品種所念的書 竟然是越念越窮 所以我們認為 基本薪資有其重要性 讓人的工作至少可以得到一份有尊嚴 能養活自己的勞動是必要的 同時也要能讓大家看到勞工的困境 在中正大學附近的大知識 不符合基本工資的店家有超過50% 那為家保勞保的店家有百分之百 那先不論雇主應該要為勞工納保勞健保 就是連要遵守基本工資的要求 就寫在勞動基準法的第21條內 仍然有不少雇主裝聾作啞 致落網文 而面對雇主的蠻痕 同學們為了保住工作 也不敢提出具名的檢舉 使得違法的問題無法受到解決 那就是這下面這些 是我們就是調查過大次不合法的店家 然後我們今天發起這個行動 就是希望政府能負起他們應該要負的責任 對中正大學附近不法的店家 進行勞動檢查 強制他們符合目前法定的基本工資 同時我們 同時我們也要喚起大家的勞動意識 如果你是打工而受剝削的同學 我們願意成為你堅強的後盾 幫助你取得應有的勞動成果 如果你是一般的同學 我們希望你能加入我們 團結起來一起行動 告訴政府與店家應該遵守勞動法規 直至現在我們已經對 學校鄰近大失事的店家進行調查 並且就已蒐集到證據 對違反基本工資的店家進行檢舉 我們呼籲嘉義縣政府不要閃躲 對其違法的店家進行勞動檢查 如果兩個禮拜內依然置之不理 我們將前往縣政府行動 表達我們的訴求 並且要求他們即刻處理 而在接下來的兩個禮拜 我們將在校園裡面發放傳單 公布店家目前置信狀況 並且在街頭短講的方式 讓同學了解議題 並希望能一起加入參與 再次重申我們的訴求 中正大學鄰近的所有店家 應至少給付受評估者法定基本工資 嘉義縣政府應出面積查 中正大學鄰近店家 對不法店家進行勞動檢查 並督促所有店家給付薪資 應至少符合法定的基本工資 然後我們的口號 就是我們大家一起呼個口號 好 我先講一句 黃沫一一五 資方不要躲 老闆別高貴 時薪要全給 老闆別高貴 時薪要全給 不是 但是那個小線 但是有很多的 你們可以在家裡嗎 那邊就etera 那邊就要來 好 好 請等一下 好 支持啊 所以你一開始開電話 你就是... 是啊 是啊 那你前面有一個公司生物 三個 三個 這個很貴心 好 老闆心緊張 好 你覺得他學生要求合理 應該是OK啦 應該是OK啦 對啊 還是要照到出發 不照啦 有多油啦 這個... 對 對 來 來 OK 我們一起拍個讚 好 好 他... 他裡面每一個班時間都一樣 一個... 一個三兩班的 對啊 他都是固定的 對啊 因為... 好一點時間固定 對啊 算三個 會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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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樣 謝謝 謝謝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